圣诞节许多人喜欢在家里做点装饰 感受浓浓的椰蛋气氛 由花莲文创园区主办的椰蛋植物制作活动 周末两天邀请到三位讲师 示范如何亲手制作圣诞花圈还有圣诞盆栽 大人小孩发挥创意 提前感受到浪漫温馨家节 由花莲文创园区主办的椰蛋植物制作活动 周末两天在园区展开 20日的圣诞花圈亲子场 除了家长带小孩一起来参与 也有爷爷奶奶一起参加 一同发挥天马行空的创意 在世人的圣诞节前夕 自己动手装扮家里装饰 我们是用那个干燥花做一个雏鞋 然后让小朋友他们自己有 可以做一些圣诞小雪人 然后让他们小孩子自己 可以做圣诞小雪人 有他们自己亲手做东西的一个脉络 然后可以回去跟家长讨论 然后利用他们家里现有的素材 可以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今天小朋友创意很多 他们有做小花人 也有做一个什么三角花圈 他们都做得非常棒 我们制作这个花圈 最主要是让大家多多亲近 就是生活美学的东西 就是我们用家里面 或者是花店 随手可得的花财 然后制作我们自己应景的一些 那个圣 呃 布置的装饰的东西 然后 呃 其实在手作的过程里面 大家很开心 然后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然后也把家里面就是装点的很美丽 然后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很愉快的圣诞节的心情 活动邀请三位讲师以及一位拼布老师 解说如何制作圣诞花圈以及圣诞盆栽 将园区第八栋服务中心带来浓浓的圣诞气息 而22日下午也会有圣诞盆栽的制作活动 更多讯息可上脸书粉丝页 华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在这场帮演 华联施报导